在人们印象中,传统的图书馆大都在校园或城市中间 而在鸟语花香的南昌爱奇湖湿地公园 有这样一座公益图书馆 因近期纪连海等文化名人的到访与代言备受关注 一时间成为当地民众的打卡圣地 4月27日,该湿地公园内前来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绿色眼影之中,穿过一条曲折的林荫小道 便看到一座装修风格独特的两层建筑 名曰美书馆 步入书馆,各式各样的绿纸与风格清新的装饰品 点缀在书架与书桌之间 看书的民众沉醉其中 位于书馆二层,有一处露台 前方便是一片开阔的诗地 几位家长正带着小孩在这里读书 当地市民邓珊珊看到朋友在朋友圈分享推荐 今天特意带孩子过来 他在接受采访时谈了自己的感受 以前都是在对书店或者是图书馆里面 就没有说到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建的环境我觉得还OK 因为是在爱诗湖里面嘛 图书馆毕竟是封闭的 不会像这边有这么好的空气 反正小孩还挺喜欢的 温轩是美书馆的一名馆员 他告诉记者 馆内的设计布置都是他们团队群测群力精心打造的 书馆的一些设计包括说后续的一些软装啊 等等的都是我们自己去亲自参与去规划统筹这样去布置的 也是希望说给读者营造一个温馨的一个读书的氛围吧 让他有 另据温轩介绍 美书馆不仅仅是一个读书歇脚的地方 他们更多是将其打造成一个文化分享空间 那我们不仅是作为读书或者说传统的一个图书馆看书的一个模式 活动日像我们每周末 周周都有一个活动 关于教育啊 包括说艺术类啊 美学类啊 等等方面的我们都会去做活动 记者书里发现除美书馆外 自去年以来几何书店 西西福书店 摇湖书房等多家创意多元化书店入驻南昌 这种新型城市文化空间也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青睐